為防止日本甲蟲傳播損害農業 加拿大食品檢驗局已將相關管制區 擴大至大溫多個城鎮 禁止將受污染的植物及土壤運出 並進行監測及誘報 吳偉基報導 在大溫地區街頭可以見到一些掛在樹木或燈柱設施旁的容器 是用來誘報一些俗稱金龜子的日本甲蟲 在大溫地區內地區 這是綠色和藍色的或是全綠色的蟲 只要留下那些蟲 蟲蟲在積極重要資料 他們完全無敵人物及人物 但重要是他們不被擔心 聯邦專責對付入侵動植物的政府官員Rebecca Ryden 指出 這些入侵的害蟲 從2017年U1市副溪出現後 在2018年大量繁殖 統計收集達8000隻 到2021年只找到79隻 但範圍卻擴大到本蘭比和高桂林港 故似當局擴大日本甲蟲管制區 除溫哥華市外 將本蘭比亦包括在內 加拿大食品檢驗局指出 現在是日本甲蟲由草坪下爬出 變成成成蟲之後到處亂飛的季節 如果在兩個管制區內的業主要翻身或施工花園 處理打算棄置的植物和土壤 要遵守限制措施 減少無意中協助傳播的風險 新時代電視吳慧基報導 到